有一个股东配股 它的股东是用22-23美元的价格 配售2,400万股 套现最多是5,500万 这样的配股价 比起上日收市价有6%至1成的折扬 现在价格是跌至1成 跌至22.05元 其实见到药明是 他们几次有些配股的时候都跌得急 但其实会上回来的机会都是有的 那你觉得药明巨落这些时候配股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有几次的级纳 药明系上面分清楚 有药明巨落、药明康德、药明生物 严格来说我不太喜欢投资者 纯粹药明系是很好的 它令大家的感觉很好 比较叫做肤浅的想法 想起整间公司是做什么 药明巨落就是典型生物制的公司 就是说你看到B字尾 为什么要B字尾 就是带来一个信息就是说 这些公司没有盈利能力 那你讲的配股 其实因为他们还要很多药物开发 研发 但问题是这些配股就不像CRO那些 CRO那些就是说做药明生物那些 做NAP 临床实验那些 你配完股集资 因为问题是市场需求的需求很大 你配股最后的钱可以化为盈利 可以投放多几个生产线 开多几个实验室 那就赚多些钱 就不简单 但问题是这些B字的股份上的配股 你本身已经上市集完资 有整笔钱 有很多药物可以出来做 我们正在等待你赚钱的 你突然间还没赚钱之后还会配股 所以冲击性会相对比较大 它就不会像269那些 配完股之后 它还会继续升上去 269那些我们就不担心配股 这种就完全掉下来 所以也在说 为什么今天开市的时候21元 整个配售价穿 你在一间公司配股的时候 穿了配售价 你就可以接了 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事情 你究竟有多爱这间公司 有多喜欢这间公司 我们会这样问 你问我就是第一方面 我不会因为若明 就突然间有个比较盲目的偏面 会看得很乐观 第二方面就是 若股避得就避 我一向就是说 整个都是有机会面临着政策风险 即使去到CRO那些 你都会不建议投资者买? 而且你可以想象到 未来来还有很多政策围绕着 现在市场唯一怕什么? 就是政策监管风险在那 科网股固然是很多 若股你真的觉得没事吗? 你还在说 未来还有大量采购也好 EBO N那么多的政策 本来这些行业 就有很多政策风险在那 纯粹就是市场害怕不怕 现在就是说 你其实看这两个月 市场对这些政策的敏感度 是十分之高 而最重要是你看股价 你只是很短线 看到今天股价跌了一成 你看这段时间升了多少 这些是典型夹高配股的行动 不会败 我想市场上 你会问很多股评人 但是没有人会喜欢 一些股份夹高配股 所以在这样的动作下 又穿上配售价 你问我去接一定不想 相反地有货 看看你什么位置诈 还有很高水平的话 你想想想 又是缩小资料 你短线最多都是以 今天21元来做止施位 那我就觉得避开有逼 这些位置 我就不会建议去买 如果你真的要买 就是21元做止施位 你这么大方 你觉得你可以承担到9号资料 你可以去博 你可以跟我对着说 我这些东西未必是中的 但是在我的建议投资主张上 有些摆明风头火势 很高风险的股份 避得就避 我们会觉得没有威胁 是 等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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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